哈囉大家好我是蓋怡 今天這一集主要是要分享給打算踏入健身房 卻不知道該如何下手的朋友們 健身房的器材琳瑯滿目 一踏進來眼睛就花了 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第一天上健身房的我 到底該做些什麼器材 哪一種器械是適合新手們使用呢? 首先我們先把訓練分為四天 第一天胸配二頭 第二天腿 第三天肩配三頭 第四天背腹肌 讓你四天練完全身均衡發展 打造完美比例 避免你可能每次上健身房 就是練胸就是練二頭 總是挑一些你擅長你習慣的動作來做訓練 這樣子會導致你的肌肉失痕 你的比例看起來不穩蹭等等 今天的四天練全身 我幫大家挑出了容錯率比較高的一些器材 每天三個動作非常好上手 讓你自己也可以輕鬆安全的使用 第一天胸肌加二頭肌 兩個練胸的動作搭配一個二頭肌訓練 第一個動作我們使用史密斯來訓練胸大肌 史密斯是一個對於新手非常友善的動作 固定的運動軌跡可以讓你在更加安全的狀態下 專心感受胸肌的發力 幫助你抓到在訓練時最重要的感受度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有 握具、槓與身體的相對位置 在粗糙的表面上會有一條平滑的圓圈 我們俗稱力環 剛開始我們可以先將雙手的小拇指對準力環 起槓後感受槓的壓力 位置落在我們的手掌下方這個點 避免手腕壓力過大 下槓時槓的落點會在下胸附近 過高的落點以及過度打開的手肘 會讓我們的肩膀產生不適感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組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立結組 推十二下後降重再推十二下做兩組 新手會建議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好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二個動作 我們用蝴蝶肌來做夾胸飛鳥 同樣可以很好的刺激我們的整個胸大肌 蝴蝶肌也是一個非常安全好操作的器械 而且由外而內的運動軌肌 對於整個胸肌都有非常良好的刺激 在操作蝴蝶肌的時候 發力內夾感受胸肌的肌肉張力 你會感覺到夾到頂峰時胸肌會隆起 這時我們夾緊撐著 稍微將胸肌內海雙臂向前移動一點點 再慢慢張開回到起始位置 記得在操作時不要過度聳肩 肩膀下沉 維持良好的動作模式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組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立結組 夾十二下後 降到大約一半的重量再夾十二下 做兩組 同樣新手會建議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三個動作 啞鈴二頭彎舉 挑選好適合的啞鈴 切記不要過重 反而是拿輕一點 慢慢感受肌肉張力至關重要 我會建議你如果有鏡子的話 站在鏡子前面 好好的觀察自己的動作 肩膀有沒有一高一低 手肘有沒有一前一後 身體有沒有偏向哪一側 啞鈴二頭彎舉 對於二頭的短頭長頭刺激都很好 下放時平行於身體發力 彎舉至頂峰時帶一點手腕的旋轉 在頂峰處停一下下後再下放 這個動作不要做快 尤其是離心的時候一定要慢慢的放 才能給肌肉良好的刺激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組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力結組 彎舉十二下後 降到大約一半的重量 再彎舉十二下 做兩組 同樣新手會建議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好的我們第一天的 胸肌加二頭肌的訓練已經結束囉 記得我們重訓是非常重質不重量的 不需要每個機械都去給他摸個一組 你只要挑選好適合自己的訓練動作 每一組都給他用心的練下去 效果會更好 接著我們來到第二天 腿日 這天我們會做三個腿部訓練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非常非常激推的 後腳抬高蹲 首先我們先把後腳抬高蹲架 調到適當的高度 如果健身房有提供軟墊的話 我們拿一張軟墊墊在蹲架下方 下蹲時後腳輕觸軟墊時 前腳發力起伸 下蹲時前腳與地面接近垂直 膝蓋約為90度 整個訓練過程都需要 足懷、腿部、臀部、核心參與平衡穩定 加上是單邊訓練 所以非常符合我們日常生活的功能性 後腳抬高蹲對於我們活動度的要求 相對於背蹲矩要來的低上許多 足懷、膝蓋、腰部的負擔也低上許多 非常適合加入日常訓練 可以先從徒手開始訓練 進步後我們可以使用狐鈴或啞鈴增加浮重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每組十五下 單腳做完十五下後換腳 主肩休息一分半 同樣新手會建議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二個動作腿後勾 鍛鍊我們的腿後側肌群 腿後側主要讓我們做到後勾的動作 對於行走、跑步以及腿虛身的節抗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當你前腿練得越強壯的時候 就越需要強大的腿後側來幫你抗衡 我自己以往的訓練呢 腿前側要來的比後側重上許多 所以呢常常會發生前側抽筋的狀態 至此呢我加入了很多腿後勾的訓練進來 確實是改善了許多 你需要做的就是調整好適合的距離、適合的重量 記得下放時要比後勾時要來的更慢一些 節奏大約是後勾一秒、下放兩秒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每組十五下、主肩休息一分半 同樣新手會建議提高訓練次數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三個動作 體肿 一個大家都會做的動作 卻是最完美的小腿肌訓練動作 體肿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踮腳尖 但是為了能完全拉扯到小腿肥腸肌 我們最好先讓腳後跟橫空 可以找一個重物列入槓片墊在下方 在抬起腳尖時使肥腸肌完全拉伸 達到最好的訓練效果 剛開始我們可以先雙腳一起訓練 等到肌力提升後再換至單腳訓練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每組二十下、主肩休息一分半 體肿我會建議大家使用高訓練次數 體肿的訓練後記得伸展小腿肌肉 我們可以扶著牆維持腳尖朝上的動作 並停留四秒左右 好的第二天的訓練結束了 記得訓練完多喝水 多補充一些營養的食物也可以來杯 MyProtein的乳清蛋白 補充你一天的所需蛋白質 時間來到了第三天 肩膀加三頭肌 第一個動作坐姿肩推 肩推可以訓練到整個三角肌 包括前肅、中肅、後肅、上斜方、三頭肌、背肌 可以說是一個動作多種滿足 正因為肩推可以鍛鍊到的肌群太多 所以相對也會有比較多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由機械式器械開始鍛鍊 固定的運動軌肌可以讓你較為安全的上手 等肌力與體能提升後 學會控制肌肉發力 學會核心穩定了 再去練習自由重量 相對會比較安全一些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組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力結組 推十二下後 降重再推十二下 做兩組 我一樣會建議新手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二個動作 啞鈴側平舉 或選擇機械側平舉 主要鍛鍊我們的三角肌中速 可以說是對於倒三角的外型 CP值最高的一個動作 在操作啞鈴或是器械式側平舉的時候 盡量讓肩膀下沉 避免過度的聳肩造成斜方肌過度待長 手握住啞鈴 小拇指高於大拇指 感受手肘帶起重量 切記在訓練側平舉的時候 感受度是最重要的 再來才是行程 因為側平舉是一個非常容易待長的動作 剛開始為了做滿行程 常常會聳肩待長 所以最好還是找面鏡子 好好調整自己的動作先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主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立結組 舉十二下後 降重再舉十二下 做兩組 一樣建議新手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三個動作 三頭肌滑輪下壓 三頭肌是由長頭、外側頭、內側頭所組成 利用纜繩滑輪下壓 可以同時刺激到這三個部位 三頭滑輪下壓不只有一種做法 我們可以透過改變手肘與身體的相對位置 刺激到不同的三頭肌 今天我們先挑一個最常使用的練法就好 固定好我們的肩膀以及手肘 不要一直跟著身體大幅度的甩動 讓三頭肌在整個訓練過程中 都保有張力與刺激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主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立結組 下壓十二下後 降重再下壓十二下做兩組 一樣建議新手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好的 那我們第三天的肩膀加三頭肌的訓練日 已經訓練結束了 記得訓練完多喝水 多補充一些營養的食物 或是來杯mine protein的乳清蛋白 補充你一整天的蛋白質所需 來到了第四天練背日 今天會做兩個背部訓練 以及一個腹肌訓練動作 第一個動作坐姿滑輪下拉 以機械式練背來說 坐姿滑輪下拉是一個CP值超級高的動作 我們以寬握正手的方式握住手把 鍛鍊我們的背貨肌 大小圓肌 斜方肌等等的後背肌群 下壓時我們身體自然微微後仰 離心時慢慢的回正 落槓的位置大約在我們的上胸 維持良好的形成 離心時盡量緩慢 感受背部肌群的拉扯 下壓時肩甲後收可帶一點點的爆發力 拉至最低點時慢慢鬆開肩甲骨 讓身體自然回正即可 這個動作我們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組間休息一分半 後兩組我們做了力竭組 下拉十二下後降重 再下拉十二下做兩組 一樣建議新手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二個動作 坐姿滑船 同樣是一個簡單安全 CP值超高的練背動作 坐姿滑船屬於水平拉的動作 能夠鍛鍊到我們的背貨肌 斜方肌 菱形肌 甚至三角肌的後束 同時還能鍛鍊核心的穩定度 往後拉時慢慢收緊肩甲骨 把手貼近下腹的位置 手肘越過身體的中線 離心時盡量向前延伸 可以稍微鬆開你的肩甲骨 後拉時先穩定好肩甲骨 同時可以帶點爆發力 向後拉 離心時 緩慢感受背部的肌肉張力 這個動作我們一樣做五組 前三組每組十五下 主間休息一份半 後兩組我們做力竭組 後拉十二下後 降重再後拉十二下 做兩組 一樣建議新手提高訓練次數 先掌握良好的動作模式 第三個動作我們來到腹肌訓練 仰臥抬腿捲腹摸膝 這是我們每次練腹肌的時候 必練的一個動作 首先呢只需要一個軟墊 墊在屁股下方 不能太軟也不能太硬 像這種防摔墊硬度剛剛好 首先仰臥在地板上 將雙腿並攏並抬起 並將指尖到整個手掌滑過膝蓋 記得動作不要做快 而是盡量維持腹肌的緊張感 這個動作可以由上至下 鍛鍊到整個腹部肌群 不過這個動作對你來說難度太高 可以先將雙腳觸碰地面 彎曲膝蓋捲腹 讓手掌觸碰膝蓋即可 這個動作我們一樣做五組 每組十五至二十下 主間休息一分半 好的第四天的背肌與腹肌訓練完成了 以上就是我推薦給新手建人們 剛開始到健身房 可以使用的器械以及訓練方式 一天三個動作四天練完全身 先讓我們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後 再慢慢增加訓練的強度以及複雜度 我們可以先利用以上的課表 慢慢增加負重 訓練三至六個月後 再來調整變化不一樣的訓練模式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時間干預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最後也別忘了補充 my protein的乳清蛋白喔